20大在10月16日召开之后 那么对于中国的证据来说 因为我们看到中国 其实他们的任期是五年一届嘛 那连选连任次数不限 理论上是可以无限的是连任 但是到现在为止呢 任期最长的是江泽民 他长达有13年 不过接下来是习近平 应该会打破这个记录 因为他是第三任之后 加起来就是有15年 老师怎么看 因为老师刚刚讲提到的是 从过去中国大陆 华人世界跟西方的世界 是不一样的一个 价值观的情况之下来看 我们回到现在这个点上来看 往前看的话 中国下一个五年 将会有一个什么样一个 重大一个发展 下一个不见得是五年 下一个不见得是五年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问题 第一个我要讲一下 中共领导人的 选拔跟产生的方式 嗯 好不好 好 这要从哪里说起呢 就要说从年轻人啊 22岁大学毕业 嗯 然后呢你一直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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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当然这是要配合他们的这个步调嘛 配合他们的时间 做到你50岁的时候啊 你要有两次的在审或是直辖市 一个穷一个富的一把手的这个经验 嗯 这样算下来就没几个了 嗯 因为你每年的大学毕业生 大概将近有七八百万到一千万 然后呢你就就进入基层啊 乡镇啊什么的这个最基层的工作 嗯对不对 你先去做这个 然后你慢慢慢慢爬 对不对 爬爬爬爬爬到最后 到50岁的时候 嗯 那如果你有两次的一把手经验 嗯一把手经验 就是一个部长或是副总理的职务 嗯 在这个时候呢 你就开始掌管全国事务 嗯 因为当时你是只有地方事务 对 对不对 现在开始掌管全球 全国事务 那个时候 掌管了一届以后 你还是表现不错 嗯 就五年 五年你是55岁 55岁以后呢 再把你调到 调到哪里呢 调到一个关键位置 叫做国家副主席 国家副主席 国家副主席 所以他的国家副主席有很多人吗 不只一个 哦一个 只有一个只有一个 嗯 国家副主席 那这个国家副主席呢 如果说你干得好 当然这国家副主席有两种 我第一种称为过水副主席 第二种称为接班副主席 嗯 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我先讲 这个副主席呢 你要如果说要准备接班的话 对 你就在这边 在这个副主席的职位上 好好干个五年 嗯 好好干个五年 那个时候你做什么事呢 第一个 你要观摩主席是怎么干的 嗯 对不对 哈哈哈 你比如说副总经理 对 你要 哎 观摩一下 你要看看总经理是怎么干的 嗯 啊 这个你看五年 嗯 也应该差不多了吧 五年后也六十岁了 等一下等一下 好 同时 你在这个职位上 你就接触到国际经验 哦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位置 非常的重要 太重要了 所以等到你六十岁的时候 嗯 就是这些前提都是你要表现不错 嗯 而且表现非常突出 嗯 对不对 等到你六十岁的时候 接大卫 嗯 哦 大卫 接主席啊 嗯 接国家主席啊 等到你接国家主席的时候呢 你的地方经验 你的全国经验 你的国际经验 嗯 一定具足 嗯 哎 你说有这种制度 哎 这个国家领导人要培养 嗯 你不是说随时你都可以干的 有些人是说我到了位置 我再说我再学 嗯 这个不是的 但是民主制度的话 都是选上的时候再来学 他对啊 因为你没有 川普你崩一下就是当总统了嘛 你什么什么公共职务 你没干过 你都是私人的嘛 嗯 对不对 那可是他们这个不一样 嗯 他们这个是说从你最基层开始 你就自我训练 然后呢 他有个淘汰机制 淘汰机制就是说 万一你出什么错 嗯 你老早就被刷掉了 嗯 所以他这个不是搞选举选出来的 嗯 他是用这个 你的行政历练 嗯 来培养了嘛 非常的扎实 当然啊 因为你做 你到最后你还是要搞行政嘛 嗯 你还是国家领导人 还是搞行政工作嘛 可是你国家领导人 难道你没有地方经验可行吗 嗯 你看马英九 马英九就没有地方经验了 嗯 你没有全国经验可行吗 嗯 也不行啊 你没有国际经验可行吗 所以地方经验全国经验国际经验 你说最起码搞个几年 那你就经验俱足了嘛 嗯 那就全部其他的人就都被淘汰掉了 那剩下就是这个最后一个 嗯 那他就接主席了 嗯哼 那你说这种制度好不好 嗯 那你出来的人厉不厉害 都是万中之选 那当然嘛 生津百战啊 亦中之选 生津百战啊 嗯 重点就是说你经过无数次的淘汰 你全部通过 无数次的这个测验 你全部通过了 最后接主席 嗯 对不对 好 那现在呢 就是因为马上礼拜天就二十大了 嗯 这里面呢我就 希望提出一个观察点 嗯 当然这个观察点啊 二十大还不见得 那么样的凸显 可是我看也是可以来观察的 嗯 就说谁来担任国家副主席 就是未来 就是 掌控未来接班人 好 我们先推论一下 嗯 假设这个国家副主席 他是过水副主席 也就是他是干一任的 他不接班的 如果说搞一个这种人来的话 那就表示接班副主席 其实在五年以后 对 那个才是接班副主席 现在是过水副主席 嗯 那这代表什么 代表习近平要干十年啊 所以我刚讲说五年 下一个五年老师觉得 不见得是五年 啊所以说了嘛 这个就要看 下一任的国家副主席是谁嘛 所以这个国家副主席的 这个是过水还是接班 对 就非常重要 就很重要 嗯 你像你像譬如说这个 胡锦涛与习近平 他在第一任的时候 因为他每个人都做两任嘛 习近平现在做三任 那是例外啊 起码都做两任 胡锦涛在做第一任的时候 他的副主席是谁 各位可能没有什么印象 叫做曾庆红 嗯 那习近平在做第一任的时候 他的副主席是谁 他叫李源潮 嗯 那这两个人呢 都是要脚 嗯 都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呢 胡锦涛是在江泽民的 第二任的时候 他担任副主席 那这个就是接班副主席 那习近平是在胡锦涛的 第二任的时候 他担任副主席 是 同样也是接班副主席 嗯 好了 那我问问大家 现在的副主席是谁啊 现任的 猜得到吗 现在是谁 哈哈哈哈 考导大家了 考导 大家可以在聊天室先回答一下 应该很多对岸的那个网友 应该就比较清楚 他们应该比较清楚 他们绝对清楚 对 现任副主席叫做王岐山 哦 对不对 王岐山 我们这样看到的就是 英国女王上礼 王岐山去参加的 对不对 那还有 当某些友邦国家 你的新任的领导上台了 派去祝贺的 是谁啊 也是王岐山啊 所以老师 王岐山算是过水副主席了 因为他没有接班 那绝对的 好我们现在看王岐山的这个经历 他在上一任的时候 他是常委 政治局常委 那常委呢 结果他上一任做完他退下来 因为年龄到了 他退下来了 退下来以后呢 他的职位是什么呢 一方面当了国家副主席 可是呢 他在党内 他是一个阳春党员 什么叫阳春党员 他是什么职位都没有 党内 跟这个国家不一样的 跟政府不一样的 在党内 党内我们既然比如说二十大 二十大 他会把这个七个常委 全部把他选出来 对不对 而且会排名 习近平第一啊 1234567 那这个王岐山呢 他排第几呢 他排第八 没有在常委里面 他不在常委里面 可是呢 他又是 当然这是协调的结果 他又是国家副主席 对 这个位置很重要 但是在常委里面 他并没有实际上去掌握 他没有任何的位置 这个职权 所以说 现在这个情况变成什么呢 就叫做位高权轻 他的地位很高 可是他的权力很小 他基本没什么权力 对不对 他就去参加 这个人家的国庆啊 或者参加人家的上领啊 就大概是这个主要的工作 对不对 好 所以说我讲了 我说这个二十大完了以后呢 因为现在这个主要 他们这个是党内的这些领导人 要做出这个决定出来 谁排名 一二三四五六七都排出来 当然这里面还牵涉到政治局 因为他那个是常委嘛 政治局总共是25个嘛 25个里头再选7个嘛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大概可以判断一下 说到底谁来接下一任的国家副主席 可是现在还没定啊 这要什么时候定呢 这要等到明年三月 全国人大开会 那国家的这些职务的这些人员呢 才能够完全底定 你比如说国家主席习近平 副主席某某 然后呢总理副总理 什么部长什么什么这些 这些国家的这些职务的人 都要等到全国人大 才能够确认 现在确认的就是 礼拜天开的这个二十大 他是把你党内的 这些领导职务呢 把它确定下来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党跟国还是有差别的 虽然他们是高度重叠 虽然是高度重叠 你觉得你排第二的 大概就是总理 你排第三的 大概就是人大常委 人大委员会的委员长 老师常委比较重要 是政治局里面的这些 这个棋人比较重要 政治局总共二 不是我们现在这样 25个人 格局是这样的 他是现在开的是二十大 就是党的代表大会 总共多少人呢 大概有两千 将近三千人 三千人要选什么呢 要选一个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 大概就是两百多人 中央委员会 再选什么呢 再选政治局委员 这个就是二十五个人 那这个二十五个人里面 再来选七个常委 是这个过程 就是这个过程 就是在二十大里面 要全部把它搞定 全部把它这个决定下来 好 这个决定下来了以后呢 那当然 那就开始 他们要在这个政府单位里面 这个职位呢 也要把它分配下来 我刚讲了 这个国家主席 国家副主席 还有这个总理 还有这个人道委员长 还有这个什么这个 这个这个 政协 政协主席 等等这些职位 当然政协是比较特殊的 这些我们等一下稍微说一下 这些职位都要等到明年三月 全国人大来最后的定夺 所以这里面就清楚了 先是党的人事安排 然后才是政府的人事安排 那这种情况呢 我们还可以看的是什么呢 就是谁来 有些什么样的进进出出 就说你这个 现在的这个七个常委 包括习近平在内 还有六个人 这七个常委 到底谁上谁下 原本有一个什么规则呢 就是叫做七上八下 对不对 这大家都很清楚 也就是说你67岁的时候 你可以留任 68岁你就得退休了 但这是不是也会打破了 那这一次呢 就不知道了 就不知道他有些什么样的安排 不过我们现在 比较公认的一个结果就是 汪洋可能会接这个总理 而李克强呢 因为李克强都表现都很好 那他是不是会退休 我觉得到未必 他接这个人大常委的 这个几率啊 还是比较大 因为人大常委是有实权的 那汪洋接总理 那李克强接人大主席 那从这里面我的感觉呢 当然现在都是拆嘛 现在都是用拆的 可是呢 当然还是有一些脉络可循啊 这个栗战书啊 他现在是人大常委的委员长 人大委员长 他前一阵子 就是以人大委员长的身份 他跑到俄罗斯去访问 他跑到什么这个尼泊尔去访问 还蒙古啊 还有什么韩国啊 他都去访问 我就觉得奇怪了 怎么你这个人大常委 你在搞这个干什么 那是不是说 有一种说法是说 他要退休了 那有另外一种说法呢 是可能他寻 现任的王岐三模式 接任国家副主席 但也是个过水 就是过水副主席啊 那不可能了嘛 因为他已经七十多岁了 对不对 所以说他就不可能接班嘛 对不对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或者说不管是不是他 或者是别人 那我们就要看 这个人到底是年轻的还是老的 如果就不一样了 年轻跟老的是不一样的 年轻的话就有可能接班 对不对 老的的话就不可能接班 这就很清楚 那就代表 如果是老的来接副主席的话 代表的是习近平 可能会再有一个五年 当然 因为你没有接班人啊 除非你中间有什么意外 这个意外 我们也想不到 就不能算了 对不对 那如果你这次没有接班人的话 就表示说 你还得干个十年 也就是说你五年完了以后的下一任 你再来找一个接班副主席 在病毒里面呢 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电解磁氤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而且没有污染 儿童孕妇呢 都是很适用的 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精呢 这是上我们的快点购 好